新竹市有一名八岁的罗姓男童跟家人到了苗栗南庄的神仙谷游湾的时候 用吸水洗手 结果不慎被冲落到了15公尺深的瀑布底下 家人发现急坏了赶紧报警 而紧销垂降到谷底才发现 男童竟然已经自行爬上了瀑布旁的大石头等待救援 被救起石毫法无伤 但是这样的意外把家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没有两个一起上 相反应用滑轮垂降到15公尺深的溪谷 发现被吸水冲走的男孩没有歪伤 身体状况良好 相反应把绳索缠附在男童身上 20多名警一销合力把人拉上来 这么受混在溪谷的八岁罗姓男童 和家人到苗栗南庄的神仙谷游玩 天气热到溪中洗手 却被吸水冲落到15公尺深的瀑布底下 看似很平静的一个小河流 他在那边吸水洗手 那因为水流的力道真的很强 冲下去以后他打到一个深潭 那他本身也还蛮镇定的 游到岸上的一个石头上等待救援 那他也没有受到丝毫的一个损伤 男童的外婆看到外孙获救 紧张地报警男童 质问有没有受伤 医护人员检查之后 评估没有就医的必要 这个血液曾经发生多次意外 没有开放游客进入 提醒民众不要闯入细水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邱正明苗栗报道